马斗福音 第二十五章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自己的灯,出去迎接新郎 他们中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 糊涂地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 而明智地拿了灯,并且在湖里带了油 因为新郎持炎,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 那些童女碎都起来,装备他们的灯 糊涂地对明智地说,把你们的油分些给我们吧 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 明智地答说,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 更好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为自己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 那准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共赴婚宴 门虽关上了 末后,其余的童女也来了 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 她却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该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也不知道那时辰 天国又如一个要远行的人,将自己的仆人叫来 把财产,把财产托付给他们 按照他们的才能,一个给了五个塔冷通 一个给了两个,一个给了一个 然后动身走了 那领了五个塔冷通的,立刻去用来营业 另外赚了五个 同样,那领了两个的,也赚了另外两个 但是,那领了一个的,却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藏了 过了多时,仆人的主人回来了 便与他们算账 那领了五个塔冷通的上前来 乘上另外五个塔冷通,说 主啊,你曾交给我五个塔冷通 看,我赚了另外五个塔冷通 主人对他说 好,善良忠信的仆人 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 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 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 那领了两个塔冷通的,也赚来说 主啊,你曾交给我两个塔冷通 看,我赚了另外两个塔冷通 主人对他说 好,善良忠信的仆人 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 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 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 随后,那领了一个塔冷通的野钱来说 主啊,我原知道你是个刻薄的人 在你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 在你没有散步的地方聚脸 因为我害怕 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通 藏在地下 看,你的人还给你 主人回答说 可恶懒惰的仆人 你既知道 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 在没有散步的地方聚脸 那么 你就该把我的银子 交给钱庄里的人 带我回来时 把我的连本代笠取回 所以 你们把这个塔冷通 从他手中夺过来 给那有了十个塔冷通的 因为凡是有的 还要给他 叫他富裕 那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由他手中夺去 至于这无用的仆人 你们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 在那里必有哀嚎和怯耻 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 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 那时 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 一切的民族 都要聚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 如同牧人 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 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 山羊在左边 那时 君王要对那些 在他右边的说 我父所祝福的 你们来吧 承受自创世以来 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了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给了我喝的 我做客 你们收留了我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了我穿的 我患病 你们看顾了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探望了我 那时 一人回答他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了你饥饿 而供养了你 或口渴 而给了你喝的 我们什么时候 见了你做客 而收留了你 或赤身露体 而给了你穿的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患病 或在监里 而来探望过你 君王便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对我这些 最小兄弟中的 一个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然后他又对那些 在左边的说 可咒骂的 离开我 到那给魔鬼 和他的使者 预备的 勇火里去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没有给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没有给我喝的 我做客 你们没有收留我 我赤身露体 你们没有给我穿的 我患病 或在监里 你们没有来探望我 那时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 或口渴 或做客 或赤身露体 或有病 或作奸 而我们没有给你效劳 那时 君王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没有给这些 最小中的一个做的 便是没有给我做 这些人要进入永乏 而那些义人 却要进入永生 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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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个 核